你好 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 我是谢忠 我是谷回轩 好 自从在上个礼拜 马总统同学是国民党的主帅 马英九主席 已经在上个礼拜下达了PK肉搏战 所以呢 国民党议院党团就锁定了 在昨天立法院 直接针对MG149大规模作战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昨天的那个大阵仗 好 那大家就来看说 那个解读 然后叫了台大医院院长来 说MG149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可以看到蓝银绿银的 大家各自不同一些解读 今天媒体出来 一样各自说各自的话 但是整个战果来解释的话 今天有媒体讲说 全国民党算是已经可以开庆功宴了吗 好 最后先来看的 是不是媒体各自解读的状况呢 先来看这个部分 这自由时报上写的是 台大医院院长说 他说这个MG149没有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报纸是 那个苹果日报上面写的是 写的是说 这个台大医院长说 柯文哲设私障违法 那么只称是说 整个这个要交给检调认定 但保证MG149干净 另外呢 再来看的是 整个这个最新的发展 是在晚报上面就写的是说 柯P就访美之前就轰来说 比北洋政府呢 还野蛮动用国家机器 拷问台大院长 那么连一则是举这个贪官 来封刺柯P说 叶士文呢 就是笨啊 罗叔也是说呢 叶呢 没有学科来 剩下小金库 好 那么整个状况 就看到在昨天晚上 有个动作 是什么动作呢 就来看是PK首战告捷 蓝营在昨天晚上庆功 好 那今天呢 包括连教育长都出来跟你讲 说那不是什么庆功 好吧 那就是他们会有例行的 会跟委员之间 会有一个参序 那为什么会有说 类似庆功的氛围呢 待会听听看现场来宾 尤其有亲自到场的来宾 来告诉你说 到底现场是什么一回事 而这 这大家看到是在 科P这个阵营 大家讲MG49 而整个选战来看的话 对于联营来讲 今天当然也有台联的议员 也直接跳出来讲说 到底所谓的金位这件事 是不是已经解决了 还是有当初 联生活的合伙人 有在当初要停牌的时候 有卖金位这回事呢 好 这整个案子最新发展 所看到的就是 有关是金位停牌 那么联合伙人继续卖股 那么投跑48分钟 联说的时候 他已经离职与我无关 好 那选战打的是近月远来 那所有的人都要交朋友 但是在交朋友这个时候 你还记得 亲民党主席宋处于 在礼拜五跟昨天 在我们节目接受专访 那里面大家一直会问的 你可以想象 有人说亲民党 胜获可能的5% 会是这场选战 最重要的关键数 那到底宋会挺连 还是挺科 而这 国民党荣务主席连战 一起七老八十说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好 光是来看这个说法是什么呢 我们所看到是不是叫宋挺科呢 连战就说出了这番话 他说七老八十该退了 大家就看着 到底这个宋是敌是友呢 这儿子在苦战 老爸开始焦虑了嘛 好 那其实报纸上也告诉你说 连战阵营呢 又有透过人去跟宋处宇讲说 讲的不是你 今天生活媒体 还有人讲说 不是宋处宇 是沈富雄 沈富雄 想说都不关我什么事 怎么在家做这些丢情 那但是到底是指谁呢 而我讲选举选的就是交朋友 而这朋友这期话 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到底指的是谁呢 来 为你介绍 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 好 现在叫做立法委员季国斗 主持人湘金大家好 他是柯温哲竞选 发言人简余燕 主持人好 大家晚 在台北市议员 也是连续门正英顾问李鑫 大家好 在台北市议员庄瑞雄 大家好 在台北市议员黄珊珊 大家好 贼身媒体员陈敏凤 大家好 来 我们来看最新的新闻画面 今天为了要对付柯温哲 把台大院长去教育立法院 一天 这北洋政府比北洋政府还野蛮 账户争议拖累助理 柯温哲忍不住哽咽 自认没有拿一毛钱进口袋 没想到还被台大医院院长打脸 认为私障有道德瑕疵 费钱嘛 我们自己每个月缴四千块 大的四千小的一千 我们这个费钱 我们自己管理 我们哪有需要去跟台大医院报告 我们党PK小组发威 成功将柯温哲困在MG149争议中 甚至传出江奎作东宴请蓝营立委宛如举办庆功宴 不过根据最新民调 柯温哲支持度仍高达42% 遥遥领先连胜文的25% MG149争议对柯温哲选情影响似乎不大 真正该紧张选情的是连阵营吗 连战的一番话让连颂新杰再度浮上台面 尽管媒体报道连战针对的是沈富雄 但如此一来又引争议 连战替儿子心急是否是越帮越忙 选战倒数53天 或有关键选票的宋厨余会挺谁 外界都在看 最新时事就在新闻面对面 好那当然后来呢 媒体上又报道说连颜出来跟你讲说 也不是沈富雄好不好 那就不知道到底是谁 可是我就讲选战任何一城一池都非常的重要 而已经到了剩下50几天了 那一开始先大家来看就是 昨天大家看到这么大阵仗 跟在问台大院长有关MG149这件事情 到了昨天晚上 国民党真的有所谓的庆功宴 这话是怎么传出来的呢 来快学 好这件事情要从这10月3号看起什么一回事呢 就要来看的是马总统下令成立PK小组 第一波的首波攻击锁定MG149 好果然就在10月6号 这天看到这PK小组第一回战 立法院国民党团PK小组呢 就邀了这个台大院院长黄冠棠来背询 这炮火呢就是猛攻有关这喝批的MG149账户 那么到了晚间的时候呢 根据联合报的报道就说 国民党内部对这PK首战成果满意 那么江奎宴请兰尾时气氛热络 宛如首战庆功宴 预会着立委呢 还拱着国民党团书记长费洪泰带队 向发动MG149议题的罗鼠磊敬酒 拦淫士气大政 好10月7号这天看到柯P说 他说今天为了要对付柯文哲 把台大院院院长在立法院拷问一天 回去还开什么庆功宴 这个已经不是在文明国家该有的行为 那么至于立委费洪泰则说 他说立委问证天经地义 绝不会针对柯文哲私事刑场 但是我们所知道的10月8号这天 PK小组第二回战 要做什么呢 就是说裁委会将会邀请沈记长林庆龙练习 国民党立委将会再度发动第二波MG149审查大战 上演PK小组第二回战 好明天是PK小组第二回战 那第一回到底谁胜谁负 那感觉会是怎么样 这是在今天的联合报 PK首战告捷兰昨晚庆功 这是今天的联合报 那当然你也可以看得到 在今天所有的媒体 包括连江回都出来跟你讲 他真的不叫庆功宴 他就是例行的一些跟委员之间的一些的餐序 那民党的立委蔡宏龙委员就直接问说 昨天那个怎么样 是私设行堂以后 然后把人家打得稀里哗啦的很开心吗 那江回就跟你讲说没有 他只是 当然就问说有没有谢谢罗委员 有感谢罗委员问证的辛苦 那我们刚一开始就跟各位观众报告说 今天节目现场呢 纪委 昨天那一场宴会 是 你有在场 我是上个礼拜就参加过了两场 两场都有参加 理论上不叫庆功啦 应该讲是这个联谊会 交谊会 那顺便庆功 人之常情啊 人家就跟你讲 不是天业 我是顺便嘛 每一个会期 大概行政院会记忆礼貌 邀请朝野的委员都参加 像上个礼拜五 台联的周年宴就参加啦 不只国民导 对 昨天没有在野的立委参加 我听说了 因为昨天我没去嘛 我是上个礼拜去了 我知道厌无好厌嘛 那我们支持 我们一定会支持 行政院的各项的预算也好 决算甚至决策 理论上要支持啊 可是该骂还是要骂 但是既然你请我们就去 我刚刚私底下还讲说 我还自己带酒去 我还自己带 包括我要帮我们王院长 我们副院长征酒 其实那是一种比较平常的 可是我也那种氛围 因为昨天上午 整个大阵仗在财委会 你看包括像法务部教育部 大家全部都列席 然后到晚上媒体传出这样的轻功 那个感觉会不会怪怪 对 就上一次也有类似一次 在另外一个场合 那刚好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穿出 有其他的灾害 比如说地震怎么发生 马上停止 所以上一次有这样一个警觉性 那这次也不是说不能办 你说今天 昨天在立法院白天发生事情 那其实行政院也没有主动提起 是其他委员 可能有感于某些委员 特别的辛苦 有感于某些 某些是指罗书类委员 特别辛苦 我不知道 不知道他是他们的感觉 中国大委员 但是我已经 礼拜五就喝过了 我自己带酒 那我听说 其实大家都很辛苦 那见那个机会 不管你说话讲什么 大家在宴会当中 当然是开开玩笑 我觉得无伤大雅 你说外星人要把他剪 不知道怎么庆功 我觉得言过即使 我刚刚讲 顺便亲公司开玩笑的 今天发生的事情 在立法院发生的事情 难道我们晚上不能谈吗 他绝口不谈 闭口不谈 那不是很奇怪吗 可是过程当中 你看今天媒体 你可以想象出来 包括在野党的委员 肯定今天张葵去质讯的时候 都绕着这个话题问 像民党的蔡黄罗委员 就问行政院长 江新华院长说 参序的时候 有没有像国民党立委 罗淑磊致意 特别挑罗委员出来 然后江院长说 我们大家都有像罗委员 感谢罗委员在问证上面的辛苦 每位委员都有逐一致意 但是张院长是澄清说 昨天晚上不是庆功宴了 是例行的行政立法参序 可是会特别挑一个罗委员 你就晓得 再当委员肯定就要挑这个 然后把这件事情会放大 对啊 所以相当的道理 就昨天请那么多 五十几个大学 国立大学校长过来问的时候 那目的就是要问台大医院院长而已 就只问他 对啊 50多个校长 你今天的回答很快 你这样子的意思不就还是就告诉他 就坐实了 坐实了 对对你就坐实了 他没有讲这个啊 然后旁边来陪衬 要接受检验 我赞成他接受检验 只是有些细节恐怕没有那么注意啦 其实我觉得刚开始罗委员 他整个就针对MG149的整个工防 都是进攻 我觉得还算不错 不错 如果说他觉得哪里的火力不足 其实他应该请其他委员 接着来问相关问题 那昨天其实我觉得大家表现得非常之好 我个人的观察 但是恐怕会被同情 柯文哲的人会认为我们阵仗用得太大 那是不是 是不是我怕人家会讲说反而会引起同情 对就怕这样子啊 那其实这样做没有错啊 但是你这个阵仗太大 就比如说我们就围捕一个小偷的假设 围捕一个小偷 我不是讲柯文哲的小偷 围捕一个小偷 然后我就把批率小偷判了一百多人去抓 那你会不会让他觉得 你怎么找了一百多人来 就大炮打小鸟 对啊怕的是这样的 其实昨天整个流程SOP 我觉得都OK的 可受公平啊 本来就讲说柯文哲在一个人打的时候 所以在当初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当马主席讲说下达PK令的时候 柯文哲在媒体上讲说 有那种无道不孤的感觉 就当初一个人单打独斗 终于撑手了一百多天或十几天 然后突然回头看 看到援军的旗子隐隐飘来的感觉 似乎有这样一个味道 但如果你要是在野党看起来的话 其实刚才就讲说 刚才为什么庄委员会突然冒一句 私舍行堂 庄委员 在你们眼中看起来 对不起对不起 我先打个叉 你们也有人去啊 什么私舍行堂啊 你讲完了 民进党委员去了多少人啊 你讲完了 你去昨天了吗 昨天的连 私舍行堂他们也有去 对啊 那你说私舍行堂 那你们民进党立委去 他们都干什么 第一个 国家的机器 来介入这一场所谓的 台大医院MG149的一个论战 混战里面 社会大众有没有更清楚 第一没有 昨天我相信那一场 变会以后啊 我从纪委员的 刚那个嘴角那个笑容里面 这酒还是你自己带去的 这已经不是要庄宫了 这已经是乐不可知了 这我自己带来 你跟这个人 听我讲完 其实那个庄宫宴 那个酒一喝下去以后 代表社会大众 开始要透气我们整个立法院 你把它想想看 一个国家行政部门 编列了预算以后 编完我执行了多少 你总要向立法院回复说 办理决算 我一年给你花1500亿 台北市我们1500亿 那么立法院里面的 国家预算更多嘛 上兆了 你花了多少 总是到最后行政部门 要向立法部门来对你负责 所以你看你给我编了一照 我花了 把你执行率有将近百分之百 不错 你立法院跟人家审完决算 审计部还依法审计 审计要干嘛 审计就是说 要来看看行政部门 你花这个钱 虽然立法院已经给你做决算了 我要看看你花的 到底项目对不对 有没有乱花 结果不是 几十年来 立法院决算过关 审计没有问题 跑出一个人 MG149 你要选市长 以前的决算不算 审计不算 重新再来一次 跑出一个 哎呦 本来是财政 昨天是财政 跟你们的教育 联席会对不对 请来了谁 审计部也来了 谁又来了 法务部也来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 昨天那一场大阵仗的演出来的大戏 第一个把整个立法院的公信力 全部缠上掉了 断送掉了 那以后大家会认为说 你们的决算是都在心价 你审计部你也关门算 哎呦 几十年了我都没发现 让社会大众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这么大的一个阵仗 其实它是有所目的的 我会觉得说 到现在你双方在讲什么 MG149 你看今天各大媒体就好 有的跟你下标 就跟你讲说MG149 没有问题 台大医院院长讲 在我台大医院所管控的MG149 一切合法都OK 只是失色账户如何 那简单 回到事件的一个本质 不要双方在给我做什么图表 你要指控了你就告诉人家 这个厂商捐来的钱 柯文哲拿走多少 你连阵营一拿出一个指控 柯文哲马上就跟你讲 有啊 你那个MG149的私障里面 我把我的演讲费 我把我的出版费 全部放到这个私障里面去 如果是这两样东西的话 我反而看到柯医师本身的无私 我演讲费我还给他达给 我出版费我还给他达给 所以我会觉得说 今天连阵营这边如果要指控 很好不要打明胡仗 你们就告诉人家 你们掌握了什么 然后这个钱 流到柯文之后 里面口袋去 不是很清楚吗 明天解释半天 解释到最后 变成国家的机器来介入 然后刑堂也自己设了一个 然后事件本质清楚了吗 好这整件事情 如果从庄业员刚才所讲的话 就认为说好像国家奇迹 生活私设了一个刑堂的目的 是为了连胜文 隋哥你们听出来吧 意思就在讲说 好像觉得那个所有大征章 反正摆明了就只有那个目的 庄议员啊 现在我更佩服他了 这个维言耸天的功力 你早就很佩服我了 还有一点在哪一个地方 不是实行 你告诉我 私设刑堂刚才你讲过了 什么叫私设刑堂 他学法律有定义啊 今天是在立法院 公开审议 包括在野党的议员 你请你马上回复我 为什么以前的决算都不算 为什么以前的审计都 审计包括全部都没看出来 错 你还是说错了 哪里 不是假 曾经什么时候 有人挑出真理 决算是有问题的 等我说 什么时候审计审出来过 等我说 你胡说八道哪一点 你要讲嘛 你说我错你马上讲 我现在就来说啊 讲嘛你讲嘛 你住嘴 你讲嘛就讲嘛 连阵营的人 上台是叫别人住嘴的 真有水准 你叫我讲啊 你叫我讲啊 但你还唱什么话 你讲你就讲啊 那就是说 你先住嘴嘛 请讲 请讲 来来 来兴哥 往下 什么时候说 以前的审计决算不算 你昨天审议 你把那个文字拿给我看 今天所谓的审计决算 以前的审计决算 对于审计长来说 MG149 台大医院 并没有依照规定 上网公开申信 所以我审计 因为没有报了 我也没有审计 没有办法审计到 这是事实 今天谈的不是 有没有问题 今天对审计计长 或对台大医院来讲 那个还原来讲 更大的问题是什么 柯P的MG149 按照他自所定的法规 立的法规 MG149 遗憾的是 我在这里个简图 给各位参考 他所定出来的MG149的账户 用的是刘如意的名字 跟台大依照 他自己相关的规定 所设的402专户 这个作业基金 是两种不同的状况 MG149 在台大402专户里头 很清楚的 它是什么 叫做虚拟账户 是一个代码 它没有一个实体账户 但是 可批所立的 按照他自己所定的法规 搞错了 MG149 没关系 等我再说 你们自己说 MG149 刘如意所立的账户 跟台大402专户里头 MG149 是不一样的 因为刘如意的实体账户 它不是个虚拟代号 你要质疑他哪一部分 虚拟有质疑 你质疑他钱留到哪里去 你就拿出证据 我就说了 证据在这 你不能画一张图 他每一次上电视 就在讲这张图 你应该告诉社会大众 这个钱把人家掏出来 留到自己口袋去 就一清二楚 我还比你负责 你用嘴巴讲 我还画一个图 钱留到哪里 画一张图就可以抹杀 要抹杀人家的人格 这么简单 我们很认真地按着他 在墙上公告所有账户 以及MG149 我们等一下要讨论MG149 但我可不可以很简单 先问一下 联合报说 内部对PK首战成果满意 所以江文奎宴请来委 当然刚才其实纪委有讲 那就是例行的一个餐序 上礼拜五也办过 当然连正宜一直把MG149 说其实那就是罗伟 当初自己要打的这些 可是当马主席 发动了所谓的PK令以后 这件事情连赢跟他 还要保持距离吗 因为看到昨天是国民党的委员 确实有很多的一些的质疑 这个是两回事 当罗署提出这个质疑的时候 我们大家其实也在观察 我们也不能确定 然后最重的一点是 当罗署提出各种表格 证明那事情 其实就是他们后来 公告的一部分 拿出来的时候 姚立明总监在旁边 不就说了吗 你看他都是自己伪造的 自己做的 好了 那我们也傻眼了 又到底事不如死 我们也会觉得说 至少男赢 不能像绿赢那样子 随便能讲话 就事论事 好 我们等待 问题是他公告了以后 我们又傻眼了 因为他弄出了一个条件 如果没有得到 连胜营的同意书 对不起 就不准理查 对我们来讲很奇怪 因为我们以往的经验 通常你真的公告了以后 我们大概就印一本 所有的内容 送给媒体 送给现场来的朋友 因为我已经公告 我也欢迎你们查 因为他也说坦荡 结果不是 立了个门槛 请问今天到现在为止 有哪一个市民 真的去查过了 今天我对我们来讲 MG149 大家闹到最后发言 说这跟教育部 甚至卫福部 甚至省技部 还会有关系 那当然立法委员 对他讲 他行之职权 这什么 怎么会叫失色 失色新党 所有在内党 都也参加 所以你觉得 今天有问出一些 让科皮未来很难解释的东西 现在很清楚了 现在很清楚 问了黄苑 说得很清楚了 他说 刚才讲的 402账户里头的MG149 是虚拟账户 不是实体账户 这个很清楚了 这第一点 第二个 402账户里头的MG149 完全合法 因为他是完全照着 作业基金 是要受预算法 审计法 会计法 等等法律的规范 他是照着规矩来 但是他也说了 MG149 科皮所失色的账号 他不知道 他也不承认 然后再问了 如果说教授 你失色账户 收取捐款 是不是合法 他说不合法 这本来就是尝试了 对我们来讲 今天哪里需要什么清工业 我们应该这样说了 如果是清工业 他一定会被强邀 一定要出席的 大概我们也会被邀 因为这段时间 我们也为了MG149 也再来帮忙做工房 但我们没有 第二个 昨天晚上 这个邀案很清楚 他到底是临时邀的 还是早就已经是 发这个邀请 请各党派参加 很清楚 是发各党派都参加 只是在业党没有去参加 这是早就例行的 就像我们议会 因为今天正好 我们黄议员也在 市长在总咨询之前 他都会有一个 找各党团的 所谓的一些咨询组 会邀请 希望沟通一下 将来进入议会审议的时候 包括总咨询前 这是一个例行尝试 这我刚才讲的 是不是临时邀 不是临时邀 那怎么会是清工业 第二个 如果邀 是指邀这些所谓的 所谓你们讲的PK小组 那到底应该是我们 结果不是他邀的是 各党派的立委 什么叫清工业 所以敏鸿姐 我们来看的是 看到这样的大阵仗 是要查清楚MG149 到底让民众觉得说 真的可以查得清楚 还是另外一份 反而出现了反作用力呢 我觉得我也不晓得 为什么叫庆功 庆何在呢 因为你打到现在 民调也没下滑 看好度又回来2% 超越2% 那请问 这到底在庆祝什么 因为你说 因为民调我们大家看到 都是2号或6号座 对啊 那这个是昨天晚上发生的 对啊 对啊 就是说那你24号 你之后就最关键 一节就是那24号 那个录音带那个事情 大家就看24号之后 会不会有个变化 可是问题是24号之后并没有变化啊 柯平的民调里头还是两位数啊 还是领先两位数嘛 然后看好度也是增加了 比联增加了2%嘛 又回来了 所以你怎么会是 怎么会有庆功这回事 女朋友我打个岔了 那张院长讲说 大家问这个很辛苦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没有苦劳也很疲劳 所以就是为了大家辛苦 就这样子而已 那庆功业也不是我们说啊 应该这样 这个重点在这儿嘛 谁说嘛 应该这样说 这个是媒体氛围 因为是联合报 联合报是这样讲说 那个氛围 然后他里面讲说 内部对这个成果满意 那宴起栏尾的时候呢 气氛热络 宛如首战庆功业 余会立委还拱了 党团书记长带队 向发动M7149议题的 罗伟严敬酒 士气大正 对啊 就说不是在庆功业 那三个字嘛 因为你们不会明白说 我们要办庆功业嘛 只是说你们每个人 都去跟罗伟严敬酒 啊你辛苦了 然后院长也出面 你辛苦了 那是疫情之常啊 你拿了什么都苦个脸 对那就充满了欢乐 就表示说 整个上午这一堂 大家都觉得很满意 大家就是已经问到底了 至少各取所需嘛 那个绿呢 讲到这个合法的账户 MG149是合法的 然后可是呢 来年就追到一个 你私道交代不清楚 然后我们就看到 不同的立法委员 在那个酒楼的大礼堂 我开 我跑立法院很少 去跑到那么大的礼堂 那种联席会 那有多大的阵仗 通常是一百 通常是这个 当年的年度 才有那种 所谓个委会的集合 那你现在 你现在动用那个会场 然后呢 立法委员 我们就看到一位立法委员 不停地叫省记长说 那个刘如意的账户 你要不要去查 你要不要去查 竟然有人会叫一个 省记长 公家的省记长 去查私人的账户 我觉得老百姓 我觉得老百姓 一定会 我觉得感同 我觉得一定会 受不了这种事情 你怎么会 叫省记长去查 譬如省记长 可以来查我的账户吗 他可以查国家的账户 你怎么可以 逼他去把它查清楚 然后两三个礼拜 要给我交代 我觉得大家看了 看了昨天那个轮番 这个 我不说私设行堂 但是那种症状 对于一个NG149 几百万 几千万的钱而已 就动用这样子 大肆地动用这些人员 去指责去询问 那请问国家 其他事情发生的时候 国民党的表现又是怎么样 卫福部 部长要不要下台的时候 要下台了 对 要不要下台 你说还没下台之前 你们是用什么症状 去对付 去咨询这个卫福部的 所以我觉得 你们不要到时候 乐极生悲了 就是说到 到时候民调也没有下滑 然后呢 看到对方 我这立即回应 也没有下滑 然后等到这场 大家看到你们明天 又来一场 然后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 然后也没有什么 证明是证明到 留到柯P的四人口袋 大家就想说 你们为什么又来了 每次选举都要动用这种 不是非正当的选举方式 动用国家的 我跟你讲啊 选民谁赢不重要 最恨的就是行政不中立 这件事情啊 来来来 欣哥 我立即回应啊 第一个 柯正宜 他们两次的声明稿 都说了 他们的社的MG49 完全合法 依照台大相关规定 这文字都在 今天对于立法委员 如果说 那这个你要去查 那你现在如果 其实敏凤说私账 其实对我来讲 我心里还蛮高兴 他也同意啊 这是私账 私设账户啊 我不可能他同意 讲私账 我没有说私账有问题 好 你先讲私账吧 你关国家什么事 你叫沈记长去查 错了 我们这里有个 今天柯P 柯P在坚持的是什么 他的账 他不是私设账户 他是依法成立的 所以他坦荡啊 他如果是私设账户 他也没讨好大声的 我们也说了 他如果今天纯粹 就是好比讲的 庄瑞雄是组织医师 他脚四千 我是秘书 我脚一千 这种所谓的互助金 当然没什么好讨论啊 私设账户 管你随便你怎么设嘛 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头 不是同事们之间也常常 哎大家凑钱 好比说一起吃饭啊 一起看电影嘛 OK我们没意见 可是我刚刚也说了 他讲的是坦荡 什么都是依法 好了 重点来说 我刚刚讲的 他设的账户里头 就是十种以上的收入 这个东西在里头 在法律上 有些人是禁止的 昨天的这里账 你只会流露柯P的口袋嘛 你就讲一句就好了 我这样说了 有没有 我这样说 我回答 我先回答 没有进入他直接口袋里头 但是他算了一个账户 把这些全球放在账户里头 你对不起 那还是违法 那还是禁你所有的账户 你自己是掌控之内 昨天的正常 有多大浪观众朋友知道一下 我们的立法委员有113位 昨天在联席会上 登记发言50几位 我们一半的委员 全部都在那个地方 登记发言 为了这件事情 而今天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的节目 阵仗也很大 我们请了三位大律师在场 其他在场的 全部都是媒体朋友出身的 因为要透过媒体 让观众朋友知道 然后要请几位律师 大家一起来会整 这个案子到底怎么会 今天在场的 我们三位是律师 然后星哥跟纪委员 也是缺乏来出身的 然后包括敏凤 包括决议委员 还有怀宣 都是民记者出身 好 我们大家一起帮观众来会 怎么 大家就来会怎么 那如果这样 这件事情 让到现在这个样子 今天媒体出现 像这样的一个氛围 从上个礼拜 当马中文马祖吉 下了PK令以后 看起来这场选战 应该是从上个礼拜 开始进入团体战 是啊 所以昨天开始 这个团体战 应该是阵仗摆开 决定要一绝深思 但是 其实我真的 其实我在今天以前 都不想研究这件事情 为什么 你说台北市民 谁搞清楚 402跟149 真的没有人想 搞得清楚 也没有人真的搞得清楚 说罗伟元当时在讲什么 经过昨天 好像比较清楚 尤其台大医院院长 出来说话 我们做律师 我们就简单 我简单的做个分析 其实院长讲的很清楚 就是他的工账没有问题 他底下的是149 核销也没有问题 全部经过神经 这点我相信 百姓可以相信 那接下来是 星哥一直讲那个 私设账户 好 私设账户 如果我们今天 自己私设一个 自己转来转去 其实也没有问题 那现在问题就是在于 有没有跟这些工账户 有互通 如果有 那是不是核销上面 有像以前 爆假发票之类的 你要先查这个 如果有工账 跑到私账去 那这个就是 检查检查机关要查 审计单位也应该查 那但是如果 只是我私账里面 我接受厂商捐款 这厂商是台大医院的 仪器厂商 他是跟台大医院 有利益冲突 那我们法律上 我们讲 是不是有背信 是不是有 因为这样图利他 那因为他已经不是用 公务员的相关法律 那最重要的是说 好 如果这样 我有背信罪 那我去用这样的私账 去申请了 工账的钱回来 放在这个账户里面 我有没有侵占 这两 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 其实也没有很复杂 重点是 装议员讲也有道理 好 我今天拿了这些钱 那到哪 我A了多少钱 到今天为止 我们也没有看到 很具体 直接的证据说 谁拿了多 拿了不实的发票 拿了不实的单据 去核销 然后让这个账户 多赚了钱 或他自己个人 得到什么好处 我觉得这两个部分 还没有被证明 但是我还是要讲 其实 看得出来 台大院本来 就是公家机关 你本来就要受监督 所以我也不认为 这个叫私设刑堂 我也不认为 它是一种严刑拷打 但是 如果请全党之力 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台湾很重要的是 就是在立法院的法案 真的很多 而且如果真的要庆功 我真的希望像 高雄七报 大家拍个庆功宴 然后感谢台积电 这样的庆功才有意义 我不觉得这样的事情 台湾很重要的事情 绝对比这个多 重要的法案也比这个多 其实立法院 这件事情 该查的 北简营在查 我也相信 这些单据只要对一对 都对得出来 主任那件事情 会对于民众产生正向 还是反面的 我觉得对民众来说 这次选举大家都在等 其实我们当律师都知道 法官在等什么 等你当事人给我一个 判你赢的理由 同样的证据 现在人民就是 这场选举的裁判者 所有的人民都在等 两个阵营给我一个 投票给你的理由 如果MG149 会变成投票给 连胜文的理由吗 还是金卫TDR 会变成投票给 柯文哲的理由 我想都不是吧 台北市民在比的是 你们要告诉我 你比较适合担任 台北市长的理由 这件事情我觉得两个阵营 都应该好好去思考 台北市民 我相信你他们的中道跟理性 应该不会 因为这种事件 这当然会是他中间的 参考证据之一 就像我们法官自由新政 我要参考很多东西 最后做出决定 但这个事情 如果要变成大家 想要用这样子 就可以一刀斑命 就可以达到胜选 我觉得还是真的小可 因为今天 今天上我柯P开了一个记者会 简远 柯P的记者会连北洋 北洋政府 然后昨天好像连北韩 就从北韩到北洋政府 全部都拿出来用了 说这比北洋政府还要野蛮 比北韩还不如 类似像这些层 讲到这样子 所以 先生知道我们今天记者会谈什么吗 各位 所有观众朋友知道吗 我们今天谈的是 台北市的自行车政策 这个就是我们 对 我觉得我们很遗憾的地方 因为辛哥跟瑞熊都是 跟我都是市议员 你知道他从三月来已经谈了23个 像今天是第24个具体政策 走了22个地方是去街头上 去讲22个政策 加起来四五十个政策 但是结果我今天走出去问 大家今天上午听得到柯P讲什么 所有的媒体都是在报道MG149 我前两天 专程跑一趟高雄帮朋友站台 然后下面是这阿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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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 都在现场几百人 然后我也不知道问他们什么 除了叫大家动算之外 我就是说 那各位知不知道 MG149公账 要申请签出来要盖几个账 现场的几百人举手 十一个 全部答对 那一插到我突然觉得说 天啊 我们这场选举是在选些什么东西 我每天上节目带来这些 都是全部的台大的校务会议的结论 医院买东西的东西 但老实说 我们是真的非常非常遗憾 因为刚刚在上节目前 我们的朋友又收到了国税局 这是什么 国税局在10月3号 今天是10月7号 10月3号 四天前寄给了各个基金会 或者搞不好我们电视台收到 就是只要是柯P捐钱去 这个私账的这个单位 他去演讲 因为大家知道 上面说什么厂商捐款 私人捐款 都是演讲所得 或卖书所得 那比方我这个柯P来到年代演讲 这笔钱可能他又没有拿回家 就又捐到这里面 年代电视台就会收到这样的一个 我们国税局很认真 平常查税大概是真的这样吗 10月3号发文要求 10月9号前请你说明 说明什么 说明柯文哲君来演讲 有拿了什么资料 有汇款单吗 你是不是汇钱进去了 就进他私上账户 是不是 你有没有扣角评单 你有没有怎么样 你开了什么东西 你有没有捐款给他 一个一个一个基金会 协会 单位 公司 接到了国税局所有 10月3号发文 6天之内你要给我回文 说明清楚的这样的文 你觉得这些的台北市民 会无视于此 会觉得说 国家本来就应该查了 反正他选市长 尤其我看到立法院 我当然觉得纪委员很辛苦 甚至我其实觉得 纪委员比罗委员很辛苦 而是罗委员为什么 因为刚刚主持人 一直讨论庆功宴 因为在报纸上面 罗书委员自己说 江仪化院长 他有来受到他敬酒 慰问他的功劳 所以庆功宴 因为罗委员被慰问功劳了 那我当然觉得 立委员能够直询认真 真的都非常辛苦 可是各位想想 我们国家的司法院 是不是出动调查了 检调都调查了 对不对 我们国家的行政院 里面的教育部 卫福部 是否有调查了 对 行政院调查了 司法院调查 我们国家还有什么 监察院 审计部 我们审计部也调查 对不对 我们还有什么院 考试院 我们国家的五个院里面 四个院出来 接受调查了 我们什么时候 国家这么重视 MG149 不是 星哥讲得很对 MG149 公帐大家都知道 它是OK的 我们什么时候 国家这么重视 刘如意小姐 她们的台大外科病房里面的司障 她们的名字叫做SICU SICU 互助金 对 我们国家什么时候 这么重视这个互助金 总共 罗伟员算说 总共 科批名义捐款进入 就是比方厂商捐款 这其实 小说五百多万 你没有想过吗 那个其实是奖学所得 我们没有仔细算 其实它是奖学所得 OK 这个奖学所得里面可能有 比方他去公司演讲 他去医学公司演讲 医学公司 医药公司可能就 这个给他演讲费 他就会捐过来 那不止科批 蔡碧如小姐去演讲 因为叶克摩是非常专业 演讲完了 蔡碧如小姐演讲 也长一场 12万 因为那非常专业 一个团队出去 设外 也是捐款进来 所以捐款的公司 比方假设 他来立法院演讲 就委员开了一张 说这个给你酬了 这个钱也是进去了 SICU互储金 我请问各位 演讲所得 没有拿回家 拿出来之后 而且每周一要开会 大家讨论要如何利用 这样的钱捐出来之后 你们没有去称赞说 哎呦 你怎么没有回去自己用 让你的这个医院 大家一起用 结果这个时候 国家 我们中华民国 用五院里面的四院 出动来调行 而我们的国税局要求 所有 所有涉及 只要请过科比达演讲的人 你全部都给我 报得清清楚楚 您觉得这个是权力的对等吗 我们作为民意代表 最重要的是权力的节制 我们监督行政单位 可是我们所有从政者 都深深地知道权力的节制 这是马英九先生曾经兢兢业业 一直说的事 权力人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其实科比今天有讲一个 比较好笑的比喻 他说就像互助会 他说就像互助会 如果就像刚才米凤讲 如果我们大家起个会 干嘛要去跟政府报 或什么这些 如果是这样的话 包括其实你说 大家愿意把自己演讲的钱 拿出来捐到这个里头 其实我觉得就要鼓励后进 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为什么要摆在MG149里头 他就自己成立 他就自己成立一个就好了 所以星哥那个表格里面 就是有那个关键的错误 因为一开头 他上面就写他叫司障 那其实他真正的名字 不是检院司障 或纪委员司障 他真正的名字是叫做 SICU互助金 那但是他们的用词 因为他们不是真的学会计 那我已经占用贵节目 这么久的时间 去解释我这一个月来 不断解释的东西 我其实相信多数的听众还是听不懂 因为我现在讲 好吧 星哥说这个刘如意账户里面 各界奖协捐进来的钱 大概五六百万 罗斯威委员 你自己淘漏税的五十万股 你的股票就值多少钱 连胜文先生 你的金卫TDR 百亿进百亿出 你们的钱是数以亿计的 结果你们今天拿 刘如意小姐的五六百万元的 进印出出 劳动国税局 发了一个又一个文 要大家全部的 这个十几年来账户 进印出出里面的六天回答 你觉得这是权力的对等吗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整件事情 从昨天台大医院的院长 到立法院去回答了 所有的这些问题以后 事情是越服越明 还是到现在 越来越让大家觉得混沌不清 而这整件事情 如果这样子一直发展下去的话 是哪个阵营应该要庆功的 来 环旋 好 再来看 在昨天这个立法院的国民党立委 问这个台大院长 那么先有人问到说 MG149是否经过台大医院核准 有无违法 台大院长就说 MG149是台大402 专户下一个代码 不是账户 由院方核准 在医院掌控范围内 查无不法 可悲则说呢 一切是依照台大医院 无法去做 真正要做坏事的人 不会把规则 练SOP 显这么清楚 另外有立委就在问说 这柯皮那是以流如意 令设私人账户 合不合法呢 台大院院长则说 他说在这医院立场 不承认私账存在 会进一步了解 若是柯私人成立的互助会 没动用公款 台大无权评论 柯皮则说 他说这外科福利 互助金 是我们自己在管理 那需要台大医院同意 就像你缴汇钱 要跟市政府报告吗 好 再来看的是 有立委在问说 柯皮私设这个账户内规 有向院方合备 正在这部分呢 台大院长就说 值钱不知情 私贵用字 确实白目不恰当 但有时呢 是个人风格 柯皮则说 这个续文 使用办法 写得很清楚 依法不依人 规则呢 也是外科家户 病房会议 大家同意的 再看有立委在问说 如果是私账呢 接受得表厂商药商 医疗器材 甚至患者捐款 有违法 或者是道德瑕疵 台大院长就说呢 依照这个台大规定 私人账户呢 并不能够接受 厂商捐款 可确实有道德瑕疵 至于是否违法 则有检调认定 柯皮则说 科办则说呢 他说这整个 这个厂商捐款 指的是柯皮 以及团队的 这个奖息费 还有这书籍 版税收入等 劳务报酬 好那么立委罗水 就是说啊 根据这柯皮公布资料 他说2006开始 MG149私账 接受了558万的捐款 那么柯皮则说 他说一个国家 动用府院党 这么大的党国机器 把台大医院的院长 严刑拷问一天 比北洋政府还野蛮 来 据委 这些内容 还有包括刚才 检议员所特别提到的 说股税局 发给他们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该做还是要做 我不太同意说 那是一种拷问 不过我还是不太 不太能够理解 为什么必须 动用这么大阵仗 要是我在处理 我就请台大医院 过来就好了 我再次强调不用到 通事请台大医院过来 不是 只是台大医院长 来了这么多委员 不是 还来了50几个 国立大学的校长 铺座一整天 你登记50几个委员 后面咨询不到 大概你看 一个委员会 20几个委员 光是财政跟教育 两个委员会 就40几个 那他们如果说 一大好去登记的话 你其他委员会根本 登记也没有用 因为你太后头 太后头了 所以其实我再次强调 这样容易失交 不过院长 黄院长讲得很清楚 就说 就他认知上 道德上恐怕会有瑕疵 但我觉得 其实柯P如果第一时间讲 他可以讲说 当初为了便利形势 可能考虑不是很周边 是设了这样一个账户 我们是便利管理 可是没有跟上 他现在可以这样讲吗 没有这样讲 他现在选择 达到这个 事实度如此 互助金和通账是分开的 因为是清清楚楚的 所以其实他们 只要看到这个账户 还有去了解之后 就不至于像虾子摸象那样 其实就一目了然 非常清楚 所以其实我倒觉得是说 那检调赶快办 你不要50天 每天都让我 没有办法讲我们的证件 每天我出来 就是得回应MG149 那检调不办的话 你国税局快办也没有关系 可是结果你动了那么多的 行政教育部嘛 卫福部嘛 所有的都一起办的时候 就我作为市民的官员 我觉得浪费了很多重跌的人力 今天的晚报上面 有讲蓝营的 蓝营的人直接有说 举贪官 就是胜货直接用叶士文 讲说你就跟柯P一样 去弄一个什么思想 然后就把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他们用这样直接来讽刺你们阵营 所以他们玩过头了 因为所以选民一看就知道 叶士文和林义士 一样的情况 并没有发生在柯P任何身上 否则连士文PK小组 不是早就说 我要让你一刀毙命吗 如果叶士文那一套 或林义士的那一套 可以去灌在柯P的头上的话 现在柯P没有在外面选举 早就被押入大牢 我跟你们跟大家讲 等一下 罗文讲的私账的这些 他说捐款 那柯P就直接讲说 因为他里面分厂商捐款跟私人捐款 厂商捐款 那柯P就讲说 奖旗费 书籍这些 那个人捐款 那检业员刚才也解释说 他也是类似像这样的 所以如果要是 你要是找出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 因为有一段我听过 我听过蓝营的朋友曾经讲过说 有一种状况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要有所谓的402或什么 就是因为以前其实医生开刀以后 有很多病人为了感谢 会捐钱或红包 红包文化 这是柯P跟姚老师一开始就讲的 我也杜绝红包文化 所以干脆就有一个账户 OK 所以如果要是这些 假设真的有人还要捐什么 你理论上你就应该是到402 下面NG149 那也就是说所谓的私账里面的 所有的捐款绝对不应该有出现 有个人 因为开刀或任何原因 我要感谢你进来的钱 或是厂商不是因为演讲或什么 然后你要进来的钱 如果那样的话 摆明了就是在私下收红包 对 所以检议员刚才很负责要告诉大家 讲说绝对没有这样的一些钱 星哥 那这些 第一 你们还有什么质疑 第一 请问柯P到大陆18次 其中有17次 除了一次说跑来延安去 有17次大概都是 包括叶克帮的代理 请问他是请的是工价 还是私账 你这是干嘛 如果请的是工价 表示你太弱了 表示没有 这个很重要的 如果请的是工价 星哥我觉得我的问题比你好一点 我这样的问题很不错 假如那是工价的话 那这笔钱怎么会进入私账 他当然是进入402的专户流去 因为是因公 这是第一点 你是要把这个跟钱之间做账 我的重点在这个 第二个 我们还是要讲 MG149法规 他亲手定的 抱歉 那不是此时失账 这里头包括MG149 402里头的工价 因为好比说 今天他们外科 交互病房有一个计划 国家会补助的 他必须进入402 但进入402之后 他会给 今天柯P他们 这个外科的这一个团队 有一个MG149的 所谓的刚才讲的 那虚拟账户 他那笔钱 我柯P这个团队 就可以去申请 因为他的支出嘛 个人用户 现在重点是 他现在流入一的账户里头 抱歉 工账也进入这个里头 总共有10种 有10种里头 包括院内的院内计划 没有啦 还有呢 政府的研究经费 全部在他的 捷衣员有没有 没有啦 我现在跟你说 星哥我先补充一下 你的这个版本是错的 因为你拿到的是2008年 罗伟元那里有2012年的 为什么不给星哥新的呢 我都有我都看了 我这次拿样本给你了 那我现在跟你说 那个改变不大 只是把那个 本来讲MG 就台了到外科家务病房 那改成ISCU 对我们都很清楚了 现在重点是 用你们公布的 ISCU 你还比较正确 我这四个字都对了 现在重点是 这就是你们列出来的 我们只是照着你的账里头 您现在看的 就是刘如意小姐 所记的什么账 我们在公布的时候 接受各台全部的一直拍 我们就是接受各方的检验 各台台没有去做整理 他们还真的把它做整理出来了 各种账都在里头 包括公账 所有的东西 比方他记的 比方他写说 这个是预付款项 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费用 对 我现在要跟你说 有个解释我们才想知道 星哥 你们现在是在瞎着摸像 所以你今天会告诉我说 你那一个会计费 你这一万两千元是多少 没有问题 谢大律师 我回去找台大医院 找这个蔡壁如小姐 还有刘如意小姐 我们查完了之后 我再细细的 再来跟你回报每一项 可是我真的要办 那你们要找解决了 不要在这个时候 这慢了 你现在告诉我的是 2007年2月13号的 这8662块钱 你也挂 那个荧光笔下来了 我要直接是全部了 不是一部分 你要告诉我这一笔钱 我就去查这一笔钱 两位可以慢慢查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观众 恐怕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知道 有一个比较大的方向 譬如说好 这件事情MG149 因为刚才其实你们 就算这样的很细的 要去对比 我相信观众 他都还不太清楚 就像三天一开始就讲说 其实台北市民要看的 它是很多很大的方向的东西 但是刚才其实检议员 一直不断的在过程当中 星哥 他一直不断的讲说 金卫 他们的钱都是只是这样子 包括刘如远远 只不过几百万 这样的私账的一些 捐款 金卫 百亿来 百亿进百亿出 真的有这样子吗 这个我只能说 我佩服检议员 我们议员 他讲百亿 我还不想从哪里来的 这是第一个 还有第二个重点是 只要是违法 公务员一块钱 他有点乖 这个不是金额大小 其实今天MG149 合不合法这件争议 其实真的重点是 还是在检验 我们所谓的候选人的人格特质 你是不是诚实 你是不是真的 如自己所说的 那样的所谓的什么 这个圣洁无暇 坦然 这个一定要接受大家的检验 但是在过程当中 柯P 从昨天MG149 你可以看到在立法院 然后接下来明天 明天立法院 还有 还有一个阵仗 我们大家明天再来看 会是怎么样一个发展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在选战过程当中 钱当然是一个 大家要 要去 审卓说 这两大阵营之中 到底谁干净 到底谁 在这过程当中 会让大家觉得 要去质疑的一些地方 那一个钱 还有一个就是我说的交朋友 那连振营呢 在金卫TDR 这所有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包括像台联的议员 有人就直接出来讲说 金卫TDR 那连振文很明白地跟你说过 他跟他太太 如果卖过一股 不是一张哦 他就退选 然后呢 包括台联的人 有人跳出来就讲说 那你没有卖 你以前的合伙人 有没有在那段时间有卖 这跟联盛文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来 怀玄 好 来看 在今天这个报纸上的标题上面 就写的是说 金卫停台 那么连的这个合伙人 还继续卖股票 偷跑48分钟 里面内文就写到说 这个台联立委要爆料 今年3月24号上午9点钟的时候 金卫在香港停止交易 但是台湾 金卫TDR 在48分钟后 才停止交易 而联盛文合伙人 杨定华在这48分钟 狂卖金卫TDR有153张 占交易量一成 所以质疑涉及到 内线交易坑杀散户 针对这个部分的证交所说 这种状况相当罕见 且情节重大 已经罚金卫100万元违约金 金管卫则说呢 初步彻查 金卫落后申报48分钟 并无异常或内线交易 就是北景则说会继续了解 联盛文就说 今年1月份离职 3月底忙于党内初选 卖股票跟我无关 没有参与 在任职期间 公司或个人都没有进行交易 所以呼吁台联 不要打乌贼战 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明宝 他就跟你讲 我已经离职了 而且这些东西跟我没有关系啊 对啊 这个就是 这算乌贼战吗 这当然 也不算是乌贼战 为什么 跟他无关 你现在一直要求他 拿出什么证据 你说我们基因49 主要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所谓 私人口袋的账户嘛 那你现在这样讲 那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拿一个离职证明书出来呢 你要不要这样的问题呢 对不对 1月跟3月差别在哪里 因为那个金卫3月 3月时候出事嘛 如果你1月离职的话就没事了 那你3月的话就刚好会碰上 那个停止胶牌 那48分钟嘛 所以说那 那你要不要 大家说你把离职证明书拿出来看看 说你到底是哪几月离职的 可以证明一下清白 然后我觉得说这种事情一下去对 我觉得对联盛文就是整体在处理 前来问题上非常的非常的伤 动不动就是温云松 动不动就是倾家这个陈宏源 或是这个动不动就是杨定业等等 这些政商关系每爆一件呢 就证明说你的政商关系多么的复杂 多么难以难以这个 你刚刚讲的这几个人 你刚刚讲的这几个人的关系是 就是 那杨定业就是温云松跟连顺文的啊 那杨定华呢 杨定华呢 杨定华就是那个 Evenstar卖股票的那个人啊 48 对啊 48是在卖的呢 那他跟你跟你讲 殷亲有什么关系 杨定卫是这个陈宏源的表兄弟啊 OK 那陈宏源呢 不是 你不能既往观众都这么清楚这些人啊 陈宏源是联卫系的老公 OK 小朋友吧 OK 你不把这些讲清楚 观众怎么会用 那几个名字对他来说都很陌生啊 我也是学你 我上次要学女长爱 我这次要学NP 一直讲 我还要学这些关系 你能说他的所有这些亲戚啊 或什么 不管是有没有亲戚关系 或者旁边这些以前的合伙人 爆出这些对他都会有影响吗 可是他怎么会管得了这些人呢 没有这个就是一堆那种所谓银云嘛 大家就说你政商关系这么复杂 就是跟当时的连债一样 我借五则源多少钱 然后还得不清楚 3628 3628 还有28块钱的 28万啊 没有28块钱 28万 28万 好 28万 大家就说那个一定不是什么买卖 一定是什么借钱利息等等 大家就说你连家在处理这块的时候 完全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说法 可以兼臂亲眼的说法说 我绝对我上任之后 这些政商关系绝对不会影响什么 我未来在台北市的任何操作 所以他只要出来做这样的一个 把这种政商关系做一个兼臂亲 对啊 兼臂亲眼 但是你不能说我只要讲一句话 那你要做相关的 我不晓得要承许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过 所以我不晓得你要怎么处理 但是呢 我觉得说 你现在还是没有办法让很多人适宜 就是说你们连家整个两岸很快的关系 或是说整个跟香港 或是跟台湾一些政商关系 在台北市之后你会不会复制 OK 那建委委员 我要来看的事 是不是要联系 我要拿出离职书之后 大家给大家看 整个精卫才会说没有什么争议 终于告一个段落 我觉得拿离职书好像意义也不大 其实 而且我告诉你 他如果是合伙人他没有离职书了 对啊 我可以明白跟你讲 合伙人一定没有离职书 因为他那种宣布要参选了嘛 譬如说股份有没有说股份转移了 那在那什么时间了 类似这样 那他自己讲离职两个字是他讲的 对啊 他们说已经初步参选了嘛 然后三月份的时候 初选还闹得很初选 你正打着火车的时候了 对啊 那你如果合伙人退出 那你有证明吧 OK 我觉得OK 反正就要有个证明啦 这个多细节啦 细节NG是有够细了吧 对啊 你们看我们刚才不要再讨论什么细节 坦白讲 因为打了这几一个多月以来 你看效果成效怎么样 就是没有 就有些 没有这么大 这我们很认真的讨论 民众感觉就会怎么样 就像珊珊所说的啊 大家讨论这么认真啊 民众的感觉是他看的东西 你没有出来啊 不要讲细节 可是这一段 刚才敏凤有一个重点是说 联正文的政商关系 会不会让 因为这个案子 其实如果真的讲 他一月就已经不在公司 三月的事或什么什么 如果你说 就跟他都没有关系 但是刚刚敏凤的重点 就摆在那个政商关系的脉络 这就不是细节啊 你一直引导我们 讨论案件 这不是细节啊 对啊 是你耶 会不会对他造成困扰 加减啊 就像搬出地堡一样嘛 你搬出地堡已经很诚意了啊 刚开始他也不想搬出啊 后来 崇山如有搬出啊 但是有些人还是讲啊 你搬出你重时住 住那个搭的帐篷 人家还认为你是权贵吗 到底是一样吗 数字会说话啦 这段时间以来 大概就是这样子 你权贵怎么弄 就权贵嘛 我觉得到 坦白讲还好 我突然想到 还好那800多张真的没卖 如果说那800多张卖被查到 那现在真的是不用争辩啊 你看你利用48分钟卖了200张 那你是怎么争辩 都还好 可是民调还是这样子嘛 我的想法很简单啊 就是说 全国不是我们讲他全国 他说全国嘛 反正在民众的心目中 你看 很奇怪是到现在哦 科匹被打到这样 为什么人家说 还是相信科匹的清白 还是50% 那两个两箱比较起来 我不晓得这个 你会补充一个啊 相信袁盛文七年 这个17%啊 这个你讲啦 我不能讲好不好 我的重点是 你俩在唱双簧了 所以我可以补充啊 我的意思说 现在其实 我看的是很急 那急也是 也不晓得该怎么办 重点就是说 你要给外界的感觉 就是好吧 那之前不管怎么样 我从现在开始 我一定要侧头侧为 就变成一个 一个大幅度的改变 怎么做 问你要教怎么做 因为刚秉凤讲 你说政商关心之间 要画下一个 你怎么画呢 出来跟大家讲 从今天开始 所有以前我认识 这些商店朋友 都不要来找我 这样宣誓有用吗 先用诚意 先坦白嘛 坦白从关 你有诚意嘛 你坦白 好像他做错事 他有坦白什么的 把他交代 通通交代啊 对不对 他交代 不然他一上台来讲 科匹特别讲 你出的房子 我告诉你 你当时报材材的时候 你就要把地堡 属于哪个基金会 你报出来 因为你就明明实实在地 住在地堡 你现在搬出来 还说实在地堡 不是 我说你那时候 报申报材材 你还住在地堡 可是刚刚呢 但是你没有到地堡 就不是登记 他的妈妈名家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你现在明明白白 我住地堡 你就把地堡说 我现在居住地堡 然后它是什么基金会 我觉得你这种 细节上面 一直在累积的诚信 才够的 可是你明明就住地堡 然后名下没有包子 他从来没有否认说 他没住地堡啊 对啊 他就住地堡啊 你住地堡 人家说 又不是你名下的 那你地堡 你就写清楚是谁的嘛 好 除了这件事以外 我想现在 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明峰刚刚也提一件事 说包括 联盛文到中国大陆去 或连加 跟中国大陆之间的 一些的连结 或是有没有政商关系 那宋主席 也到中国大陆去啊 那为什么 你们就不担心 要讲这些东西 因为的确没有 任何的政商 那为什么就讲 联盛文会有这样子呢 因为宋主席没开公司啊 第一我们没有做 任何的事业经营 就是说 顶多是做选民服务 就是台商碰到问题 我们去帮忙解决 但的确没有像 可能国民党的 有一些人士 他们有相关的业务 甚至有很多的往来 我想这个百姓 应该都多少 而有耳闻 这个绝对是骗不了人 你在大陆 有没有做生意 应该是清楚 我想中国大陆 也很清楚 那我觉得刚刚 讲了半天 真的是蛮热闹 我是觉得 这两件事情 其实到目前为止 都还在道德的层次 还没到法力 也许法力的层次 都在检方在调查 包括北检也要调查 但是道德层次 为什么可能觉得 好像柯P 怎么还有这么多人相信他 为什么连胜文 怎么讲都没有人要相信 我觉得这就是 这一次选举 或者是这一次 大家去 观察这次选举的结果 真的觉得非常诡异的地方 我怎么讲都没人信 他不用讲 大家就相信他 重点还是要回到 我觉得要评估一下 台北市民的判断力 我不相信台北市民 没有看到这些新闻 没有看到这些东西 但为什么根深蒂固 在脑袋里面 你想要摆脱的权贵 摆脱不了 然后一个素人 跑出来选 然后得到 好像看起来 大多数 铁板一块的 台北市民 一半向的支持 这是匪夷所赐的事情 所以其实大家都应该 回来想想 这件事情也许法律上 目前在选前 找不出答案 可是在道德上 你所被质疑的 那个标准 为什么在市民 的想法里面 经贵TDR 照理讲 它不是我们普通小老百姓 碰得到摸得到的 那为什么你碰得到 你们以前TDR 还可以拿退佣 你连PDR要上市都不知道 第二个 一般的百姓 对于类似这种互助会 比较有感觉 因为大家都打过会 我们可能需要钱的时候 大家就来凑一凑 至于我要强调 我设施账 为什么法 这个部分 没有什么违法 而是我这个施账里面 做了哪些事情违法 所以你今天 我自己喜欢设一个施账 是没有违法的问题 而是我今天 用这个施账 去偷了公账的钱 我用这个施账 去接受了不该接受的捐款 这些行为违法 就是说 你爱这几个施账 也是你家的事 可是你这样的施账 不可以违反目前现行的相关法律 我想没有一个人 每个人都 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超过 三个五个以上的存折 所以施账是你家的事 但是这件事情 TDR这个事情 为什么撇不清 因为他毕竟是创办人 然后投资者 然后接下来也辅导这个上市 而且也回来站台 我觉得这个事情要说清楚 连胜文才能真正让台北市民 会觉得说 你觉得他还要怎么说清楚 我觉得 就以大家的经验 其实我一直觉得 他一直想要撇权贵 反而是不好的 我就是因为我经营这样的 我从事金融投资 我一定会接触到这样的金融商品 但是我这样的相关的事情 我绝对是按照 金融市场的一些游戏规则 或者是他 我不可能预见他赚钱或赔钱 所以我很清楚的说 当我在做这些国际金融投资的时候 我的确是评估他有潜力 所以我才会推荐 我才会帮他站台 我觉得你就清清楚楚的讲 我没有办 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 你的投资会赚钱 当然 但是我们所投资的这个东西 我们确定他可能没有掏空 没有去虚贷款 这件事情你必须 你既然帮他做了相关的背书 你可能就要厘清 这个贷款跟我对这没关系 我也没有去协助他 或用我的正商官去协助他 这件事情 其实你应该不能一句话说 我辞职了所以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说服 因为到现在为止 像去年102年 他有10亿人民币的营业额 而且缴席正常 对银行来讲 当然他很清楚 我能不能带离款 我当然要仔细算清楚 因为这个钱我不是慈善事业 第二个 缴席正常 那这个客户对我来说还是好客户 我为什么不继续带他款 对不对 好了 对今晚会来讲 因为也有检举 所以今晚会也去查 今晚会也把他查的报告 也公布了 好 问题对他知道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耻 林恩圣文开始的时候 对于权贵 他事心里觉得很无烂 很无力 我不能选择我的父母 可是他现在这段时间 说老实话 也谢谢大家批评指教 他现在说你看 那天我们在他总部成立所 他正式公开说 我谢谢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栽培我 让我有机会学了专业的知识 能够为国家为台北市效力 他自己也过了这个关 所以我常开玩笑假 他们也有点像圣经上说到 道成肉身 耶稣是神 你也得到地上来做人 生老病 所有痛苦都经过 今天你是权贵 对不起 你也要打在地上 好好的经历 所以Walking City 其实也是这个目的 更多的庶民生活 他能直接接受体验 辛哥辛苦了 因为我自己最感同身受 经过可能一般人听不懂 可是我想到的就是说 可以跟公股银行 你要记住 那30亿的贷款 公股银行占70几% 可以跟70几%的公股银行 这个免担保 免保证人 我就可以贷到30亿 那个感觉心里的被压迫感 我不久前 其实跟台北富邦银行贷了款 去帮我的这个主任 缴他的这个选举保证金 结果我还找了隔壁的 陈建明议员帮我做保 我才终于带到了那几十万元 你这样知道吧 我是一个议员 也是有薪水的 那我们当然加强 我们不敢跟田舅 金贵人在上市公司 跟我们不一样 他在早期的时候 几十万会贷不到 是那样 他是30亿耶 辛哥 我现在就是说 那这个事情 我觉得辛哥你讲解的 都比连胜文来得诚恳 我们今天只要说来就很清楚的 在讲清楚里面的多一点点东西 因为各位观众朋友 你只要去Google 连胜文危机百科 里面你找不到 他明确的职称工作 那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台北市民 我们要检验的 已经不只是光你说 那你几号没有去而已 如果是说你几号已经离职 等等这样的东西 我还要问是说 那你到底以前做过什么工作 原来今天报了这么多 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么多的 你是在香港是做这一些的 是什么创股 可是你不是学法律的吗 你在法律人之后 你接着都一回过头来 突然一变变财经专家 接着酬佣的职位就是两年的 那优优卡的董事长 那他学金融法的 这个我想你一直都清楚 接着你又做了些什么东西 我们今天要的就是 请问一下除了经费这件事情以外 针对你刚一直质疑 国税局这件事情 说他们的 国税局今天记者会有特别针对 你们这个提出 他的说法是跟 他收集柯文哲演讲费这些 他是属于例行性的资料收集 没有针对特定纳税义务人 我们尊重国家机器所做的 每一项调查 那我们心里当然很无奈 那我们也对于说 所有被牵连的基金会 公司 个人 公司行号 心里觉得很不舍 因为我们可能在这 因为柯文哲现在要选举 所以我们牵连了这么多的 我们不知道国税局到底发了多少 但是我们希望国税局不要让他们只有六天的时间 嗯 那我还是在这里期待 既然国税局要这样讲 立法院PK小组也这么讲 检调小姐依法也可以查 审计部的也可以依法 监察院的审计部依法一起查 全部都要一起查 那我觉得应该要节省国家的资源 所以我们成立一个 你也可以说由总统或有连胜文或PK小组 大家组成一个跨院的专案调查小组 是不是这样大家会比较快一点 刚才特别提到说国税局下午特别 因为你们的质疑开了这样一个记者会 庄元你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其实我会觉得国税局为什么要出来开这个记者会 他第一个想法是说 那他不想扯入你们的选举啊 No 他的想法 正常人的想法一定是说 靠腰大事大条 第一个想法一定是大事大条 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一直在讲的就是说 国家机器 这个叫公权力的行使 这个一行使起来 如果有针对性的话 凶猛 所以你必须要受到节制 任何的民主国家里面 所有的公权力的一个行使 全部要接受法律上的一个规范 而且不能讲说 我有人减机啊 所以我就应该怎么做 真的是如此吗 所有稍微经验的人的人在行使 尤其是司法机关 你会去评估到 我这个动作下去的话 对双方的影响会有多大 重点是在这里 刚刚我们大家谈到的 我马上来快速回应新客一下 哎呀 连胜文啊 如何如何被讲权贵啊 整个金位TDR 跟他又有什么关系 至少我很负责的讲 我从一年以来在这个地方 我从来就不会去针对人连胜文说 私德啊 如何如何去攻击他 为什么不愿意 因为没有看到明显的证据 那至于说权贵 我告诉你 欣哥你所讲的跟台湾社会老百姓了解 也刚好相反 我多希望有一天人家跟我讲说 嘿 你装力上你权贵 我一个合法 合阿母 合阿公 合错只有 但今天重点是说 你走入政治以后 人家真的会质疑你的政商关系 刚刚我那个敏锋妹妹在讲的是什么 是在讲的时候 为什么你跟她合伙的 没有嫁到妹妹她会生气 对对对 你连胜文你的合伙的 这些政商关系 怎么都是这些 涉及到对岸的 不是温家宝的 不然就涉及到你的合伙人 又是你的亲家的 这些东西该不该讲清楚 要 为什么要 两岸关系 国民党常常在讲 我中国国民党执政之下 两岸关系多好 跟那边的共产党多好 跟那边的大陆的 多少的一个公司多好 那今天大家在指引您的时候 你不能讲说 两岸关系合管是你的功劳 那稍微跟你讲说 你跟两岸那边 是不是有不当的连结 政商关系的时候 你又说人家说你抹红 这叫战的便宜又买 明镜男也有功劳 亲民男也有功劳 所以我就告诉你 不要去撇清 这些东西讲清楚就好 但也要讲的社会大众 就是你说的是害怕 这整件事情的选战 我一开始就讲说 讲的就是禁越远来 就是所有的人 都希望能够支持你 那你当然就可能会胜选 那为什么在 上礼拜五跟昨天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在我们节目里面接受专访 然后两天的播出的过程 当然回想非常大 可是连战 国民党军委主席连战 在前两天所讲的七老八十 到底是针对谁 这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罗生门 我刚一开始就讲 沈富雄今天报纸 咚的一个说 不是讲宋楚瑜 讲的是沈富雄 沈富雄会出来讲说 老人家欺负老人家 那到底又 怎么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连宋之间 到底在这场选战里面 尤其宋楚瑜或宋楚瑜 他能影响的人 会是这场选战最重要 影响的一个关键吗 来 环璇 好 来看七老八十 这句话到底是针对谁 来看10月4号这一天 来看连战这么说 他说年纪到了七老八十的人 我觉得都应该退 真的应该退了 不要再多说话 尤其是不要在电视上 把自己的剩余价值 都挤得干干净净 我听到这些话 10月5号这一天的宋主席 就是说 他就说 这个事实上他自己呢 好像没有老糊涂 我没有老环丁 也不是老不休 我对连非常非常的尊重 也尊敬 但是我跟诸位讲 我也了解连讲那些话 不是针对我 那么10月5号这一天 我们看到连上也说 我父亲指的呢 不是针对某一个人 而是说鼓励新世代出来 柯碧则说呢 用我现在的标准来看 又失言了 这个牵涉到年龄歧视 那么连战办公室 主任丁远超则说 争取送的支持都来不及了 怎么可能刻意攻击他呢 而在10月7号这天 中国时报报道里面 那人们写的是说 连营内部解释 其实呢不是针对宋 而是周五晚间呢 看到前立委沈富雄 在谈话节目当中 批评连胜文 才有感而发 而针对这个部分呢 连营发言又说 相关报道纯属误传 那么到底是在批谁呢 还要去问连战办公室 才知道 我也不晓得 后来的解释 这样算不算得罪了沈富雄 就是沈富雄听了 会不会不舒服 因为这一段话 不管怎么解释 OK好 刚前面看到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是在礼拜六 10月4号是礼拜六 那宋楚瑜主席呢 亲民党主席是在礼拜五 我们的节目播出 第一集的专访 那到底说的是谁 如果像今天的报道 上面来讲的话 在10月6号 据了解连战也透过了 办公室主任丁远超 致电给宋楚瑜 而且努力 还是努力邀宋 出来帮连战的儿子 也是国民党台北市场参选人 连胜文站台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就一直不知道 我们在节目现场的时候 我们让你看一段 宋楚瑜主席 在节目专访的时候 我们有问了一个问题 您看了以后 回来想想看 跟这一段 有什么样的一些连接关系 来 连先生有打电话给您过吗 就是针对这个 有没有说希望能够帮帮忙 或是能够 我到现在为止 我刚刚讲的话 我几乎跟外界 我不是跟你讲 还不要讲连先生 包括好多这些 国民党的也好 所以很多老朋友们 我几乎都暂时 都没有来往 好 这一段 三三 你们自己听的时候 觉得他是在讲宋楚瑜 你们自己听 第一天的时候会觉得 这个时间点太奇怪了 而且加上又是我们 其他市议员候选人的 成立大会 你很难不想 想不出来他还会讲谁 我今天大概三天后才发现 原来是沈富雄 所以其实两三天来 大家的心情 你真的觉得是沈富雄吗 我觉得你再多说 如果看别人 好像最近有李敖 还是什么 其他你越讲真的要越错 其实这场选举就在比谁犯错多 亲民党这件事情非常的简单 就是如果连先要这样说 你有你的自由 但亲民党 亲民党的自己的尊严跟人格 也就是说大家有各自的立场 但是如果因为选举 要到这样的程度 然后把认为亲民党 应该要支持泛蓝团结 但是又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是把你越推越远 从知识的角度来看 第二个在这选举 其实大家都说 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力了 那我实在不知道 两边阵营在急什么 每天在找我们 我们感觉是找麻烦 跟你这个也要说 跟我们见面 那个也要说来找我们 然后希望我们帮他站台 我觉得选举选到这样 其实是真的蛮备害的 因为那天在 像昨天播出的专访 我在里面有请教宋主席一个问题 媒体传言 因为包括那天 所有在场的媒体人 每个都听过这个传言 就是柯P阵营 如果要是为了 跟亲民党之间做合作 在未来如果当选的话 会礼让一席副市长的位子 给亲民党的 有点名两个人 一个是刘文雄副秘书长 一个是你 你一定听过这个传言吧 我三月份就 因为自由时报三月其实就报道 我三月份其实就发了 相关的审访 柯P阵营有人跟你接触过吗 我没有见过他 我也没有跟他讲过话 那他们阵营里的有跟您接触 阵营没有 其实真的是没有 三月份嘛 三月份我们其实就很清楚的回决 因为我要选连任 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 这个叫意图使人不当选 都会影响到我的选情 但是对于亲民党来说 从三月份那个新消息出来 其实我们就回到党部 跟主席讨论这个事情 第一 当然大家都有希望来争取亲民党的支持 我想廉政也一样 但是我们会留在亲民党 就不是要升官发财的人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是需要个职位的人 不然我就不会留在亲民党 这是我们基本上 政党我们的存在意义 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国民党 也不是民进党 我们今天才可以在台北市 也许在全国各地 还有一些些选票是支持我们的 这是我们必须要坚持守住的 不然连这些选票我们也没有了 所以重点还是在于 这次的选举亲民党没有提名市长候选人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也在等你一个给我支持你的理由 你们会整党统合 原则上我们没有提名市长候选人 我们没有必要为任何 我们都不了解什么MG149 什么TDR 这两个状况我们都不清楚的时候 我们要帮谁背书 好 为什么刚才请观众朋友 我看说在专访里面 请教宋主席的那个问题 就是刚问说到底选战 包括连战先生 有没有打电话给宋主席主席 或是联络说你帮帮小儿 或什么类似这些 憲哥 请问一下 这一篇是媒体出来 就是齐老八十说完了以后 说连营有透过 就连战办公室有透过管道 跟宋主席讲不是在讲你 或什么 但是媒体上是这样讲的 这是苹果吉时 据了解连战是透过 办公室主任丁远超 致电给宋主席主席 而且还是力邀送出来 帮连战的儿子 我的意思是说 你连战跟宋主席的关系跟交情 应该自己打 那不是为什么要丁远超 虽然丁远超备份也够 可是以人的那个窝心感觉 那不就是我连打个电话给宋 就好像我记得 我们在2012那场大选的时候 大家在讲什么 马宋河 马宋什么什么时候 我们每次在讲说 他们两个人距离好远 一个明明就在台北 一个在林口 那要不就你轻车减从 到他们家按个门铃 最起码电话通吧 我讲白点 他们的电话 很多媒体朋友都有 然后就这两个人连不上 连胜文的选期 目前看起来 敏凤刚才 连2010年内场选战民调 都拿出来比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 不要说七好八十说出来 你看珊珊刚刚讲起来 对 那个脸皮还会抽搐一下 就是有这样的感受 那在这个节骨眼 尤其这个时候 那连战 连战云主席 就打电话给宋楚瑜 会怎么样呢 一方面 如果是个误会 解释一下 二方面 真的 出于咱们俩说实话 也算老战友 你就出来帮帮小儿 这一把 寻求支持就对了 这样有什么关系 这个连主席说的这番话 如果真的让我们宋主席 或是双双清兵党的朋友们 感到那个不舒服 哪来释怀 我在这边我先道歉 我先道歉 这件事情 其实我多少知道一些 前头我刚才已经提过了 宋主席 应用新票案 让台湾 失去了一个国家的干财 这是我们大家的损失 这个包括盛文 包括连主席 尤其盛文 我们已经常谈的 我也常常会问 早期我就在问 那么那个时候盛文就跟我讲 他说包括他爸爸 就是连主席 是有尝试 一直想要跟宋主席联系 确定是宋主席有讲的是说 他们这个话 我想可能 稍然他们可以去确认 宋主席也说 他说我将来有机会 我会来看你们 可是这个时候 他们还不表示 那是什么时候 也好几个月了 其实也好几个月 所以是今年以内吗 对 因为今年 因为今年 盛文也不过三月份 才过关 所以你说是他已经确定 了三选 有一致尝试 这自己打还是透过管道 各种方式都用了 都各种方式 事实上到现在为止 包括联主席 他们还是这么说 就是宋主席是老朋友了 而且我也刚才 当时的这个什么 自由写了说 什么三三什么 副市长 同意交换这个 我觉得这个 真的是看低他们 包括联主席 还有宋主席 当时在国民党早期的时候 那时候还谈到 希望他接副主席兼部市长 他也都没有同意 所以很清楚 那三三今天 好比他们这几位 在议会的私生的议员 他们的问证品质 包括他个人的条件 做个副市长 本来是绰绰有益 可是如果要做 也早做了 不是今天 拿来做交换 所以这个也应该很清楚 我觉得他们那个 被放这个话 我觉得其实是委屈了 对我们来讲 宋跟联 本来是老朋友 而且有一段时间 这个老朋友 是一起去想要 好好地合作 他们也曾经合作过 只是输在那两颗子弹 之后事实上也一直希望 宋能够 主席能够跟国民党合作 能归队 能够重新领导国民党 那也遗憾 也因为其他各种因素 让宋主席到时候决定 还是走自己的路 OK 今天这个选举更明显 孙文或是我们 早些我们大概还没有想到说 我们居然这个蓝营在 我们自己所谓台北市 这叫做基本盘 大于绿盘的情境战 我们现在还在天天打 逆转胜 对我们来讲 这已经让我们下肯 那请问 这个时候我们还说 新党我也戳一下 亲民党我也戳一下 不会嘛 我还没有奔到那个程度吧 打选在至少 那七老八十到底是谁 今天我要这样说 这才是重要 当时在那场合里头 宋主席 连主席自己这么说 任何人你都难以猜测 别人要怎么批评 要怎么猜测 我们也尊重 那还有说 不是讲他是讲 沈富雄对不起 至少从我的立场 我在这个圈子里头 我大概还有一点的联系 联络 那个沟通的分量 对不起 如果真的是我们阵营的 我当然还是怀疑 是我们阵营出来 真的我们这个阵营的话 那那个小 那个年轻人 或是那一位说话的 照样拿抽出来 打屁股来 因为他凭什么说这个话 连我们这个年纪比较大 对沈富雄我们也了解的 对宋主席 我们也跟随过的人 我们都很清楚 我们现在八截 拜托都来不及了 还会去戳 还会去讲那种无聊的话 拜托 实际上我这样说了 媒体要活下去 总是要做一些新闻 让他继续延烧 才有话题 什么都尊重 但绝对不是 我们这个阵营里头的立场 跟我们的作品 所以因为你觉得 七老八十到底讲的是谁 所以不要再怪媒体 始作俑者当然是两位主持人 那连赞讲的那两天 就是两位主持人 专访了宋楚瑜先生 就民调高达一点多 所以我们新闻界 新闻界都知道 正常也都知道 因为真的 这个收视率 我们还要站起来 跟大家道歉 所以真的 我真的觉得 我从心里觉得 有人应该站起来 向宋楚瑜道歉 是连赞先生 为什么 是连赞先生 第一个要道歉 当然是这句话 我们重述 听一下连赞先生 刚刚VCR也放 他说 有人到七老八十 他就该退休了 还在电视上说 所以一个前提 就有上电视 当然就刚刚大家说的 审委员 或是李敖大哥 或谁都有 可是其实他下一句 就是说 希望把你的 不要把你的剩余价值 挤得干干净净 所以因为这句话 我们有基本从政过 我就会觉得连赞先生 你应该在这个节骨也站起来 像刚刚新歌一样 站起来 向宋楚瑜道歉 向宋先生道歉 而我作为2000年 我和敏凤 当时我们都是在报社 跑当年2000年的总统大学 我深深的角格 可否让我以资深媒体人身份 我深深觉得连赞先生 应该再站起来 向宋楚瑜先生深深的道一个歉 因为当年的假民调 和当年的新票案 当年的假民调 我们只要翻开所有的报纸 各位年轻的网友 请你Google2000年的假民调 当年的假民调 和当年的新票案 我认为连赞先生 应该要向宋先生道歉 不过那报卸 那是李登辉主席的事 所以没有关系 因为没有关系 2004年 郭学人是谁 郭学人不是李登辉 所以接下来 你不得很清楚吗 当时那个案子怎么回事 我刚刚看到新歌 就是愿意鞠躬 其实我是觉得还蛮感动的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节目上 我遇到了李欣议员 然后我们在议场里面 他至少都诚恳地面对 我们刚刚所讲的 包括警卫TDR 所以我现在要问 为什么选的是连胜文先生 为什么不是丁守松 为什么不是在议会 连霸那么久的李欣 连胜文到底是凭哪里 这就是我觉得 你的态度OK 你的讲的话我也都能接受 可是连胜文 是不是应该要站出来 为最近的这一些 比方连战的师爷 或过去 他想去拜托亲民党 深深地道个歉 至少他做出他基本的态度 那最后我要帮柯P 柯文哲解释一下 柯P讲的跟各党的跨党派的合作 是属于里面的交流 所以不可能在选前有位置的交换 有这样的传言 真的是太委屈 那当然在这一场跨党派里面 因为刚刚星哥提到 就是说台北市基本盘 一大一半就很多 怎么会这样 因为在太阳花学运之后 蓝营的所谓的基本盘 或绿营的基本盘 全部打翻了 其实包括我们 我自己所所的政党 也有同样的问题所在 就是所有的政党板块 已经不是我们三月前 或去年所想的 一个新的台北的政坛 一个新的不一样的首都 已经在这半年的民调里面 全部都看得出民主 说实在 如果说第一时间道歉就很奇怪 因为联赞先生并没有讲 宋主义上的字 但是我觉得应该亲自打电话解释 丁远超解释不够 丁远超显然是在代替联赞来道歉 后来又请联赞 请宋主义先生如果可能来帮忙支持 那句话白讲的一点功效都没有 所以你就精算嘛 如果说你认为说我这次赢了十几万 反正你支不支持 我都不在乎的话 那这个事情就下足为止 但是大家看这场账坦白讲 也不用讲太好听的话 大概输赢不会很大 要是我的做法 不管谁输谁赢大概就差那 不要说那么现实 其实就人与人之间互动上 我非常诚恳建议要亲自打个电话 先解释我不是针对你 然后如果你听了真的不舒服 我愿意道歉 但是真的不是你 不管宋先生你相不相信 我至少跟你解释过 而且我也没有指名道姓 郭东我打个岔 这件事情其实对连主席 对盛文来讲都努力在做 我知道了 所以我们很希望杉杉可以帮了 我这样讲我是非常为难 其实连赞爷爷年纪那么大 他对我很好 我实在很不忍心这样讲 可是我觉得选举就在这么做 用很短的时间讲一下 讲一下我个人的经验 我第一次选举的时候 跟对手就差一点点 然后看着整个江河之下 就快输掉了 然后到最后 剩下没有多少长时间 我妈妈带着我去跟一个前辈 当面跟他恳求 非常诚恳的恳求 我就不讲细节 那个前辈刚开始不答应 后来他终于答应 他出手真的 扭转那个局势 到最后赢了400多票 赢对手赢400多票 如果那一次我第一次选乡长 没有赢了400多票 就不可能当后面市任的立委了 所以有些时候 不是说人在屋檐下 有些时候 今曾所至今时为开 我的感觉 不要说宋楚瑜先生 宋主席 丁守忠男那不是吗 今天丁守忠那一块 他的那一区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是输得很严重 或许大家可能 没有感觉那么直接 我们是真正在整个苦战 一路苦战当中 可以讲说 如人饮水 能暖 能暖自私 寒天饮兵血 点击在心头 我觉得最好做法就是 打个电话 然后至少不管怎么样 没有 叔跟您都没有关系 跨解彼此之间心结 他们都不只是打电话 愿意亲自跟我们拜访 是真的 所以我们很希望 连战先生 连副前副总统一定是互职 心切 焦虑 这场选战打到现在 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连国民党阵营他们一直认为说 已经在误差范围内了 但至少他认为一直在追 星哥也太讲 要逆强 要来企图逆转胜 以目前来讲的话 连副总统是输的 所以连战跳出来 这些话是因为 第一个他急了 哪有说两位大主持人 你访问完宋楚渝完以后呢 什么连战跳出来讲说 年纪到了七老八十的 我都觉得不应该退休了 真的该退休 不要多讲话 把自己的剩余价值给炸干的 干干干净净 急得干干净净 一定是一有所指 连战又不是小孩子 他的脑袋瓜那么清楚 到底是指谁 两个 你们两个阵营里面 继国栋跟整个理性议员里面 都不好意思讲清楚 宋楚渝不是笨蛋 你不能讲完以后叫我宋楚渝 不是不好意思讲 我也不知道 我可以说这样讲 绝大多数的人 或是做一个联想 宋楚渝现在的想法就很简单 宋楚渝带来你想说 你当时我是说的还是空的 你在骂那我不知道是谁吗 宋楚渝为什么 所以他才讲说过不老汪天 宋楚渝为什么出来讲 知道的不是讲的是我 宋楚渝这些回应针对谁 当然是跟连战在对呛啊 好像我没有老乎屠 我也没有老汪天 也不是老不休 我跟你讲 后面那三句话 三个字 人家还没有拿出来特别讨论 前面讲的就是在反呛连战先生 为什么今天理性议员一直讲说 我们这个阵营啊 连阵营一定要亲自带门 登门都没有关系 为的是一件东西 选票 宋楚渝在2006年的时候 在台北市 他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拿几万票你知道吗 五万三千两百百十票 4.14% 影响力已经超出你们所设定的 那个整个安全名单 安全范围里面 所以也就是说 在这三趴胜负里面 大家认为说 这三趴里面 是大家可以再互相来努力的 但宋楚渝的 以2006年来看 他已经是五万多票 你想衰 现在想败 2012年 他也拿到四万多票 所以当然 你想讲话太急 宋楚渝影响力不止四万多票 你现在还可以再羞辱他 讲得太急以后 你得罪了宋楚渝 不是一通电话 他就跟人家讲说 不好意思 不是在说你了 那你告诉我 讲谁了 今天宋楚渝影响力 你没有安好心想讲上很够 我在讲说宋楚渝心里头想 你问三三就可以了 他怎么好意思讲 这都大胆 但是我说人 除非是不正常的人 正常的人一定想说 你现在是跟同德女儿 不然是谁也改叉一个 都不用改叉 通电就很富贵 对球演得太不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宋楚渝他不能生气 他现在怎么可以生气 大人要有大量 对球啊 你怎么可以代表三三之二还可以代表宋楚渝 你怎么代表宋楚渝起来 人家宋楚渝宋主席 是多有风度的人 哪会给你们连主席回应这个 所以说宋楚渝知道 你们要的是什么 选票 因为你们急啊 所以这场选战里面 哎呀你真的把宋楚渝看低了 这场选战里面啊 其实我倒觉得宋楚渝那个 就算是当做一场误会好了啦 老朋友也应该去看看老朋友 大家搜索一下 对不对 计名三分钱 我觉得应该做 其实这件事情既然都已经解释了 或者是以主席的我所了解的 很简单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我们有自己的相关的想法 谁也没有委屈的问题 也没有谁要 我们当然也不希望当谁的附庸 所以这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大家互相尊重 三三对不起 你们的支持者 因为你要到处拜访所有选民 你们的支持者 有没有在这句话以后 你去拜访选民的时候 有人愤愤不平 有没有碰过这样子 如果是我们亲民党的铁杆子 当然是非常生气的 OK 就是平常就是我们的志工 然后平常就是支持宋主席的 OK 那但是一般的选民 其实这次选举 我觉得这个到底影响多不多 我觉得主席的脑袋里面 不是在想选票 其实我们这次的选举 很清楚的是 我们希望成立自己监督的议会党团 所以我们主要的诉求就是 我们着眼在 我们如何让我们议会党团的 选票席次最大化 OK 绝对不是去管你们两个 要给我什么位置 我才要支持谁 这绝对不会是我们的考虑 好 明宝 前一阵子就是联顺文的影片里面 有捏橘子 然后那件事后来也有出来讲说 因为其实你要听说 后来才想到说 就跟亲民党会不会有关系 后来讲说这件后来有解释 那又突然蹦出这件事 会不会让 因为我刚刚讲 选举就希望越多人支持越好 那话讲的当然又越让很多人听起来舒服好 可是这样弄起来的话 会不会对联顺文来讲的话 现在已经在逆转圣像这样一个路上 就真的举途多尖 不是 这当然会啊 就是说 就是说你这没有必要的误会 或是说 其实我说连赞 2010年的时候 大家这么称赞他 因为儿子自己中了一枪 他还可以在这个选举场上 不急不学为国民党普选 这种风范大家都还记得 可是他今天 他今年的表现 好像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我觉得是说 宋楚瑜这两天的专访 也讲了很清楚 在这个选举里头 他有他自己坚持的想法跟理念 他不一定要去跟谁合作 或是表态去支持谁 那我觉得说连宋这件恩怨 就是你说宋主席 他先讲什么 然后要五毛给一块 当年跑过那场选举 都觉得那个又回来了 连宋在拼的选举又回来 也许连赞就看了 就听到这两句话 他就有感触 因为连我跑的人都知道 那两句话就是 当时国民党批宋最严重的事情 那连赞作为候选人 他当然知道宋可能是要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他在隔天就出来这样子讲了 那我觉得说其实这个双方理念上面 就比如说2005年 本来宋已经安排要先去大陆了 结果连赞就又抢了 所以这种东西恩怨累积了十几年 你怎么化解 那你今天走到这一步 我觉得不合的怨偶就分开 但是不要口出恶言 各走各路各有各的主张 我觉得今天连主席犯一个错 就是说他今天犯的错 跟连胜文一直以来犯的选战错都一样 他觉得别人都应该理所当然的支持 你看三三点头点成这样 就是说他觉得别人都应该理所当然的支持他 就是说我跟你连送 我不管我中间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我们是泛滥的 可是包括宋主席也好 或是宋省长也好 都已经讲过 我们是局的 我们从此退出泛滥的一个架构 可是今天对连赞来讲 他就觉得我们以前就是一起的 那其他对抗什么白色或绿色也好 我们本来就应该站在一起 可是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 你包括连赞显现出来 这句话还有连胜文打的选战 都是一种非常比较高姿态的 就是说我连家就是台湾的老大 你们就是应该来支持我 今天就是跟庶民有一个距离 所以我觉得连赞这句话 你们这个台面上已经道歉 也不用借这句话 就真的让连送会到了 那也不是宋省长自己要的意思 他在这场选举头 他本来就是要保持一个中立 他要顾的是 三三他们这些整个党的一个发展 并不是需要去顾虑连胜文 或者是柯文哲 你就要尊重他 先生哥你们真的有那个心态 觉得说泛兰 所以你们挺我是应该的 不挺我是对不起泛兰 会有这样刚米凤这一讲 我也很诧异 那我也跟米凤表示道歉 因为这表示我们努力不够 不够让他会有这种错误的认知 连家什么时候 这已经多少年了 从来不敢说我是老大 因为现在老大看起来 在党里头也是马主席 也不是连家嘛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因为只有这两个党的整合 对于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两岸的和平 是中国台湾将来面对的一个 这一点我很希望 对不起我再去 这个宋主席还是能够有机会 接受连主席的亲自的 不是我再去 你们不能说你们需要人家的时候 就谈国亲整合 后来不需要人家的时候 就开始分得很清楚 你是国民党 对不对 我只能这样说 因为我也曾经在 我不是亲民党 但是我听不下去 我也曾经在亲民党里头 曾经也算是一个 你那你就跟不应该这样子讲 错错错 那你就跟因为知道 宋主言心情是什么 我肺腑之言 如果有说说 我都接受挑战 我只能这么说 这件事情 确确实实还有一些 其他的因素造成 这两个本来也是老朋友 彼此可以信任的 一直没有走在一起 那我还是要这么说 时宜时宜 环境会变迁的 不是现在那些 有影响力的人 还会继续下去 不会 他终于要改变 那么看未来 我觉得是很重要 当然我尊重 我们尊重 宋主席的强法 你要人家支持 你觉得要拿出本事来 当然很重要 我们在努力 我们现在努力 我只要补充 蓝绿其实只有两岸政策 在大事大费上面 这点有所谓泛蓝泛绿 但是地方的选举 一个城市的经营 它其实蓝绿对决 其实在这次 我们认为说 你请你拿出 这个城市的愿景来 不要再用大框框 来框住 中华民国不会倒的 中华民国在任何的选举 我们都有自己的民主法治 大家都在坚持 所以民进党也好 亲民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大家走自己的路 自己争取 自己选民的支持 OK 好 所以这场选战 还剩下53天左右 你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都冒足热剑 希望能够拉到各方的支持 那问题是 11月29开出来 你就会知道 谁在仁爱路的那一头 非常谢谢所有的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 您的收看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 追追追 请收听新闻